有很多的时候,我们会在不同的时代里面,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里面,会发现有一些潮流的现象,会发现有潮流的现象,比如说,化形来讲,好像几十年前跟现在的化形又不太一样,几十年前跟现在的化形都不一样,穿着也是一样,衣着也是一样,有关社会所流行的现象也一样,社会所流行的现象也一样,比如说音乐, 或者书本,种种现象,种种的现象,好像每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里面会有不同的潮流,那有一些潮流,它会跟圣经的道理的原则是冲突的,那我们就必须要防范,要做分别, 如果我们随波逐流,就容易受到迷惑,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留意的地方, 其实圣经里面,很早就有说到有关末世的现象,而那些现象,看在我们基督徒的眼里,好像就是世上一般的潮流,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留意的时刻,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, 在启示录里面,早就有谈到末世会有这样的工作, 一早就说到末世会有这样的现象, 我们请看启示录的十二章, 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十二章, 启示录十二章, 启示录第十二章, 十二章的十五节, 十六节, 十二章第十五十六节,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五节, 第十五节, 蛇就在妇人身后, 从口中吐出水来, 将河一样, 要将妇人冲去十六节, 地却帮助妇人, 开口吞了从笼口吐出来的水, 在十五节里面, 在第十五节里面, 谈到那一条骨蛇, 讲到那条骨石, 十六节里面, 在第十六节里面, 谈到那一只大龙, 讲到那条大龙,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,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, 这里记载说, 大龙就是那骨蛇, 大龙就是那条骨石, 名字叫魔鬼, 又叫撒旦, 他的工作是要迷惑普天下的人, 所以十五节讲骨蛇, 而这个妇人就是预表着真教会, 她攻击神的教会, 从口中吐出口水像河一样, 从口里面吐出水像河一样, 但是地却帮了护人, 但地却帮助辅人, 吞灭了这个口水, 吞灭了这些口水, 十六节讲, 十六节里面说, 对,他地打开帮助辅人, 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, 地吞口帮助辅人, 吞了龙口吐出来的水, 那后来龙剑不能影响教会, 后来龙剑都不能影响教会, 就跟教会神的儿女争战, 就跟教会神的儿女争战, 所以十五节, 十六节, 分别用骨蛇和大龙来描写, 分别用骨蛇和大龙来描写, 就是讲着那个魔鬼, 那个撒旦, 就是讲着魔鬼撒旦, 他要迷惑天下的人, 尤其是要攻击神的儿女, 尤其是要攻击神的儿女, 那这里讲到的口水, 在十六节, 英文小字叫做河, 十六节, 原文小字话是河, 那就是泛指着所谓的世界的潮流, 就是泛指着世界上所谓的潮流, 所以在末后魔鬼的工作, 所以在末后魔鬼的工作, 他就是用世界的这种, 败坏的行为潮流, 要来跟妇女的儿女, 就是教会的儿女争战, 就是要跟妇女的儿女, 就是教会的儿女来跟着, 所以口水就是魔鬼使用的最普遍的武器, 所以口水就是魔鬼所用最普遍的武器, 也就是讲世界的潮流, 也都是讲着世界的潮流, 那世界的潮流在哪些方向里面会产生呢? 世界的潮流在哪些方向里面会产生呢? 比如说政治方面, 比如说政治方面, 现在的政治比过去更加複雜, 现在的政治比过去更加複雜, 很多人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关系, 事业跟政治结上一条线, 很多人喜欢将自己的关系, 事业跟政治拉上一条线, 这样要发展自己的事业生意方便, 这样要发挥自己的事业生意方便, 这是一种世界的潮流, 那世界因为政治的关系, 各国有各国的做法, 比如说欧盟有欧盟的系统, 美洲有美洲方面的系统, 亚洲也有亚洲方面的系统, 大家都是因为以政治利益为前提, 使用共同的货币流通, 比如说在欧盟系统, 他们就不用美金这个货币流通, 比如在欧盟的社会, 他们不用美金做流通的货币, 很自然的, 在利益的前提, 政治的结合, 就产生这种政治的潮流, 所以明显在政治或者利益的底下, 就会产生这种政治的潮流, 那社会也有社会现象的潮流, 社会也有社会现象的潮流, 我们自己也要留意, 我们自己也都需要留意, 比如说穿衣服, 是一种礼节, 你不能因为你长大了, 还要穿过去小时候的小衣服, 盖不住其他身体, 你不能大了之后, 穿小的衣服, 然后就盖不住你的身体了, 我们基督徒自己要留意, 我们基督徒自己需要留意, 我有时候发现一些青年学生, 在外面走的时候, 在外面街走的时候, 故意那个裤子不放腰带, 故意腰不戴平带, 走的时候那个裤子就掉下来, 走的时候那条裤子就掉下来, 那个很难受的, 不过很难受的, 不然你不小心跑步那个裤管弄得那么长跌倒怎么办, 这个时候不小心你跑步的时候, 副官太长就跌倒了, 真的, 很多社会现象就有这些情景发生, 没错的, 很多社会现象有这些事情发生, 比如说这个头发的颜色, 比如说头发的颜色, 我们华人几乎都是黑色, 我们华人几乎都是黑色的, 要变成别的颜色不太容易, 要变成其他颜色不是那么容易, 但是很多西方人, 他们就有金黄色的头发, 或者其他天生的, 那我们也要注意, 我们不能离开一个静前的态度, 我曾经碰过一个认识的人, 结果他的头发染成天空蓝色, 怎么看就是不对, 因为我过去看到你的头发是黑色, 你说我过去看到你的头发是黑色的, 那个蓝色, 那个很不像是人的头发, 这样就不是太好了, 所以有一些社会的潮流, 你跟着走不代表就是你身份的提高, 你跟着走不代表就是你身份的提高, 要去留意, 我们要去留意, 有些不太合乎道德伦理的, 我们就不要去学它, 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, 所以跟着有现代经济方面的潮流, 有的人就赚钱的方式, 有时候不考虑和不合乎圣经, 有时候有些人赚钱的方式, 不考虑都不合乎圣经的教训, 这个也要去注意, 你不能说现在经济的潮流这样赚比较好, 你不可以说现在经济的潮流这样赚比较好, 所以我要这样走, 你不这样去赚, 别人也要赚, 你不这样去赚, 其他人也要这样赚,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, 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的现代经济的体制之下, 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经济的社会体系底下, 什么样可以做, 什么不能做, 还是要做一个分辨, 什么可以做, 什么不可以做, 就是要做一个分辨, 再来文化方面的潮流, 文化方面的潮流, 我们更要去注意, 我们更加需要注意, 很多地方都强调这个本身, 本族的文化传统修, 很多地方, 很多民族都强调自己本身民族的文化, 你强调文化可以, 强调文化可以, 但是你不能把文化的作法带进到我们的信仰生活, 但不能将文化的生活带进来我们信仰生活, 你从学术界去探讨文化, 还勉强可以, 你从学术界去探讨文化, 但是你把它穿在你身上, 但是你把它穿在你身上, 有些文化它的背后的动作, 有些文化的背后的动作, 它有那种宗教方面的仪式, 它有宗教方面的仪式, 所以要特别留意,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来点, 这种方面就不能带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, 这种就不能够搭我们生活里面, 考古的文化, 让我们了解过去的生活, 甚至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创造的伟大, 甚至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创造的伟大, 但是属于宗教背景的, 或者是一些有宗教色彩的文化, 或者是一些有宗教色彩的文化, 会违背圣经方面的, 会违背圣经方面的, 包括它的祭典, 包括它的请客, 包括它的这个思想, 包括它的思想, 你一参与, 你一去参与, 就会接触到他们原来的这种宗教活动, 就会接触到他们原来宗教的活动, 或是不合圣经的, 那我们就不要接触这种文化, 免得会被迷惑了, 我们就有一个教育学者, 是一个弟兄, 结果他负责研究原住民的某一个族的文化, 他研究得很好, 所以他后来根据这个文化研究, 拿到博士学位, 那为了要让这个论文, 跟实际发展得很像, 所以他就主导他们的封联制, 那个杀人的土风舞, 这个跳舞它的背后就是, 以前祖别跟祖别有杀人的动作, 他这个跳舞就是以前祖别之间有杀人的动作, 哇,这种种种的都进来, 那教会劝他, 你不应该在这方面投入, 你做学术研究就可以, 那你不必主导负责, 把这些带到整个地区来去实施, 你不需要主导负责, 将一些带来整个社区去实行, 结果他不接受, 结果他不接受, 慢慢地没有圣经的观念, 后来他慢慢没有圣经的观念, 最后他变成痴呆, 后来他变成痴呆, 博士变成痴呆, 博士变成痴呆, 神让他的头脑变成愚笨, 神令他的头脑变成愚笨, 后来他劝勉他悔改, 所以比较好一点, 所以你想想看, 文化的东西, 它是代表一个民族, 或代表一个地区, 或者代表那个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化, 50年后, 这个文化会变, 这个文化变得旧了, 那又有新的人, 新的思想, 新的文化产生, 有新的人, 新的思想, 新的文化产生, 文化不代表真理, 所以文化不代表真理, 这个要弄清楚, 还有科技的进步, 还有科技的进步, 我们或许会接触许多科技的, 这个技术工具的使用, 我们会接触很多科技技术工具使用, 这是一个潮流, 这个是一个潮流, 那如果你使用得到, 如果你使用恰当, 科技产下的商品, 有一些对我们有帮助, 科技所产生的商品, 你使用不当, 你使用不当, 这个先进科技, 比如电脑, 也会成为犯罪的工具, 先进的科技, 好像电脑, 也会成为犯罪的工具, 所以不得不小心, 所以不可以不小心, 传统, 传统, 传统是讲着, 跟这个世纪, 时代, 之前的, 一些社会的结构做法, 传统是讲, 这个时代之前的社会做法, 它的结构跟现在不同, 所以它成为一个, 这个共同区域的一个传统, 所以它成为这个共同区域的传统, 这个天主教, 他们的前身叫做罗马公教, 他们的前身叫罗马正教, 一直到1450年左右, 去到1450年左右, 也就是15世纪, 就是第15世纪, 这个罗马公教, 就分裂成天主教, 跟希腊东正教, 就分成天主教, 跟希腊政教, 所以天主教的名称, 要到15世纪才有, 所以天主教是要到15世纪时有, 主后, 这一段那么长的世纪, 叫做罗马公教, 之前主后, 到这个时间, 叫罗马公教, 他们教会有个这样的主张, 他们教会有这个主张, 有两种原则是无物论, 有两种是无物论主张, 有两种原则是无物论, 第一个就是传统无物论, 第一种就是传统无物论, 他们认为, 在各个国家, 各民族里面, 要强调本土的审学的时候, 要强调本土神学的时候, 他们所有的习俗文化传统可以纳进来, 他们尊重各族的习俗文化传统, 去尊重各族的传统文化, 然后传统无物论, 遗传的文化, 包括他们之前的制定任何人讲的, 就包括他们以前任何人讲的, 所以他们在圣经正典以外, 又增加了许多的旁经刺经, 所以他们在圣经正经, 本经之外, 也都增加了很多旁经刺经, 他们强调传统无物论, 他们强调传统无物论, 传统是人留下来的, 传统是人流来的, 那个不是从神这边来的, 不是从神那边来的, 所以他不是正统, 也不是正典, 所以他不是正经, 那另外一个无物论, 另外一个无物论, 就是教皇无物论, 就是教皇所说的话, 教皇所说的话, 没有错误, 这很麻烦, 万一他刚好生病, 如果刚好他病了, 头脑思考不集中, 他讲的就不对了, 他讲的就不对了, 但是他们说是无物论, 但他们讲是唯物论, 人讲的怎么可能可以代表真理永恒呢, 人讲的怎么可以代表真理永恒呢, 就是传统也有问题, 所以传统也有问题, 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, 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, 我们或许很注重传统, 我们说他很注重传统, 这个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拜拜, 每个月初一十五要拜拜, 那有什么, 每天有不同的日子, 你可能要做不同的动作, 每天有不同的日子, 要做不同的动作, 那都是人间传统留下来的一种认识, 但是信主之后,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, 我们就不讲传统, 而是讲圣经的真理, 神的圣灵, 主的恩典, 一直要朝得救的一个路线, 所以我们不要再回过头, 做传统的路线, 所以这些现象潮流, 不管经过多少年代, 它一直都在影响, 冲击我们信徒的信仰, 很多是影响冲击我们信徒的信仰, 保罗他也是这样见证, 他说末后有危险的日子, 也就是讲犯罪的日子, 就有犯罪的日子, 那这个危险的日子, 有什么样的危险呢, 如果我们用一个潮流的角度来看, 我们就发现, 我们就会发现, 有末后危险的日子, 就有潮流的危机, 会破坏我们纯真信仰的生活, 会破坏我们纯正信仰的生活, 所以我们就根据,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, 一节到五节, 然后来对照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, 来提出有关这方面潮流的危机, 好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道理, 然后来了解真的潮流的危机, 不断在冲击我们的信仰生活, 三章的一节到五节, 第三章一到五节,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,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至五节, 第一节,第一节,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, 因为那时人要尊顾自己, 贪爱钱财, 自夸狂傲磅毒, 违背父母, 忘恩负义, 心不胜热, 无亲情, 不解怨, 好说残言, 不能自若, 性情恐怖, 不爱良事, 卖主卖友, 任意妄为, 自高自大, 我现乐不爱神, 第五节, 有敬虔的外貌, 却背了敬虔的实义, 这等人不要躲开, 在这里, 保罗事先就讲, 默后, 默世的一种潮流危机, 在这里, 保罗事先说, 末世的危机, 我们如果不注意, 也会犯到这样一般世人所患的现象, 也都会犯到一般世人所犯的现象, 我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, 我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, 当我第一次去美国协助的时候, 因为那边只要孩子长大, 他就自己独立门户了, 因为那边只要孩子长大, 就自己独立门户, 所以你在那边没有办法讲那个, 媳妇怎么孝敬公婆的这种道理, 所以你在那边, 不可以讲到怎么样, 媳妇要孝敬公婆, 他们很自然长大, 我就是分家, 我另外立门户, 我另外立一个门户, 我结婚就是另外一个家, 我结婚就是另外一个家, 他们的教育是这样的, 所以很难看到说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, 很难见到一个大家庭会住在一起, 跟我们亚洲华人, 东方人的那种观念是不同的, 跟我们亚洲华人, 东方人的观念不一样, 那个是他们的一种居住的潮流, 这种是他们居住的潮流, 但我们这里看到, 保罗也事先说, 末后的一种危险的日子, 潮流的危机, 我们就根据这一段, 来提出有关这一方面的潮流的危机, 就提出有关这些末世的危机, 潮流的危险, 首先要谈的, 首先要讲的, 在我们现在的末世的生活里面, 在我们现在末世的生活里面, 第一个危机是什么, 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, 自我主义, 就是自我主义, 这个是强调自我意识, 这个是强调自我意识, 我们来看那个第一节, 我来看第一节, 第二节, 第二节, 又说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, 然后再来看那个第四节, 第二句话说, 任意妄为, 这个都是自我主义为中心的人, 这都是自我主义为中心的人, 专顾自己, 任意妄为, 任意妄为, 很多是这样的, 你只要一走出你的家门看看, 你到公司, 你到学校, 很多有一点能力的人, 都常常会有这种现象, 有些有失去能力的人, 都会有这种现象, 甚至要强调说, 我多么喜欢这个位置, 我多么喜欢有企图心, 要强调我多么喜欢这个位置, 有些主管就欣赏这样的人, 这种会带动公司的力量, 无形中鼓励人, 就是要自我主义为中心, 所以无形中是鼓励人, 要自我中心, 那表现自我主义非常强烈, 表现自我中心非常强烈, 其实在这一方面, 以自我主义为中心的时候, 以自我中心为目标的时候, 就整个面来看, 整个面来看, 会有三种自我的表现, 会有三种自我的表现, 第一种是在宗教上面的自我主义, 当我们在研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时候, 记得在十九世纪, 那时段有出现自由神学论的学者很多, 那突然呢, 有人强调应该以神为敬虔的生活, 但也有人反驳, 十九世纪的神学, 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一种生活, 十九世纪的神学应该以人为本的生活, 这种取向的表现, 这种取向的表现, 是以人为中心的表现的时候, 那个教会就很多乱象, 以人为中心的表现, 教会就有很多乱象, 所以跟着教会有一些不合圣经的做法出现, 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做法出现, 当然我们不用讲那些有名的学者主张的论调, 我们不需要讲那些有名的学者, 他们主张的论调调, 已经变成人取代了神的地位, 所以宗教上的自我主义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概念, 所以宗教的自我主义会产生这样的概念, 有的人就认为科学很厉害, 他读了科学的书以后, 他就认为圣经的道理是一种上古时代, 他就认为圣经的道理是上古时代, 他就认为科学为中心, 用自己的看法论证为中心, 然后就抛弃了圣经的信仰, 这个就是强调自我主义, 第二种的表现, 就是哲学上面的自我主义, 那强调哲学的时候, 他就是要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, 就是存在主义了, 他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存在主义, 强调哲学的时候, 他是以自我的理性为中心, 他用自我的理性为中心, 他不能理解的东西, 他根本就不信了, 他不能够理解的东西, 他就不信了, 所以他没有查考圣经, 没有体验到神的恩典的时候, 他就否定了这位神, 他就否定了这本圣经, 而是用自己哲学的想法来看待他的人生, 这种想法, 他一直主导到我们21世纪, 所以这种思想非常流行, 后来也就成为某一些有成就人的, 他们的一种准则, 我在念书的时候, 有一个教授, 他是东京大学术理博士, 他没有宗教观念, 但是他有自己的人生原则, 他上课跟我们讲, 他就写了他的人生原则, 写在黑白, 如果就个人的修养来讲, 一个人能够修行到这样, 是相当不错,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, 他太理性了, 用自己哲学的方式来看待信仰, 用自己哲学的看法来看待信仰, 他不信教, 不信圣经, 觉得很可怜, 他把这个信教, 信仰的门给自己关闭, 你有你的哲学思想, 我们每个人都有, 只是程度不同, 只是程度不一样, 真正的神, 用哲学思想可以理解吗, 用科学就不能理解了, 用科学就已经不可以理解了, 那个绝书是透过童女玛利亚圣灵怀胎的, 绝书是透过童女玛利亚圣灵怀胎的, 并不是和人一样夫妻结婚来生的, 不是和人一样, 是夫妻结合而生的, 是圣灵怀胎生出救主来的, 是圣灵怀胎生出救主来的, 你这个可以用科学来讲吗, 这个可不可以用科学来讲吗, 奇怪了, 人没有结婚就会生的, 奇怪了, 人没有结婚就会生育了, 就生出一个救主来的, 还生出一个救主, 主耶稣医治人, 土唾沫在地上, 然后跟那个泥土祸一祸, 把那个泥土就插在下一个人的眼睛, 用泥土合在一起, 然后将这个泥土放在盲盲, 他就这样看见了, 他就这样看见了, 我们现在的科学医学可以这样做吗, 我们现在是科学医学, 可不可以这样做吗, 我们不能用科学理解, 更没有办法用哲学的思考来理解, 你不能先设定一个假设, 你不能用一个设定的答设是这样, 然后结论就这样, 其实他结论已经, 题目放在这里, 他用许多假设, 然后论证来达到他的, 原来要得到答案, 其实他的答案, 他的结论已经在这里, 我们有很多论证要讲回去, 神的道理, 宁界, 世界这么宽广, 我们这么小的脑筋, 有办法全部了解吗, 没有办法用人的哲学去了解, 要凭着信心来自相信, 人生最高的生活原则, 就是神圣经的道理, 第三种自我主义的表现, 就是人生生活中的自我主义, 就是人生生活中的自我主义, 这种人啊, 他以自我为中心, 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, 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, 人为我, 我为我, 不管怎么做, 就是他得利益就对了, 如果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是这种个性, 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个性, 你的是我的, 你的是我的, 我的还是我的, 我的都是我的, 那麻烦了, 那夫妻怎么生活, 夫妻是共同的一体的生命, 圣经这里说, 你是我骨中的骨, 肉中的肉, 所以你的是我的, 我的也是你的, 这个夫妻非常基本的一个生活原则, 站在神的道理面前也是一样, 但是我们发现, 有很多在人际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候, 都以自己为中心, 你们要对我好, 你们要对我好啊, 我不对我好看看, 你试着不对我好, 那是怎样? 我就批你一句几句, 我就批评你一句两句, 就法律来讲, 人人平等, 人人平等, 哪有专门剥夺人的权利, 而你自己不付出呢? 怎么会说, 剥复人家的权利, 你自己不付出呢? 所以圣经也是教导我们不错啊, 所以自己的便宜都教导我们不错, 叫我们不要尊爱自己任意妄为啊, 叫我们不要尊爱自己任意妄为, 我们来看一下菲利比书, 我们请看菲利比书的第二章, 菲利比书第二章, 第二章我们请看第四节, 第二章第四节,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四节, 第四节,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, 也要顾别人的事, 在这里告诉我们啊, 这里就是教导我们啊, 不要以自我主义为中心, 不要每次讲话, 讨论都是以你的观念为主啊, 然后都是以你的立场为中心啊, 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位置上, 你还能这样做吗, 你要去想一想, 我们要去想一下, 人的世界, 神说告诉我们, 训误说要彼此相爱, 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, 也要顾别人的事啊, 或许我们很急, 但是别人比我们更急, 或许我们有困难, 别人的事的困难更大, 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放着, 然后关心别人看看, 那你就不会让人感觉, 你非常自我主义啊, 说不定你帮助人还救到人啊, 或者你帮到人, 还救到人啊, 我们再来看, 第二种, 现代社会的潮流, 我们回过来看,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,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, 请看第二节, 我们再来第二节, 这中间有一句话说, 贪爱钱财, 然后再看第四节的最后, 爱燕乐不爱神,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潮流, 物质主义的潮流, 我们多少人现在都一样贪爱钱财, 爱燕乐不爱神, 我搞不清楚方向,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, 现在的人, 笑贫穷人, 不笑那个仓富, 笑那些贫穷人, 不笑仓富, 笑贫不笑仓, 意思就是说, 有的人做很悲贱的事, 犯法的事, 但是他们只要赚钱, 我能够买房子, 买车子, 我钱多多, 管你做什么不法的事, 世人不会笑你, 但是看你贫穷, 你做事实在, 只不过你贫穷, 赚得比较慢一点, 赚得比较慢一点, 好像人会笑这种人, 人会笑这种人, 那这个是一种世代的一种衰落, 搞不清楚什么是对的事, 搞不清楚什么是对的事, 把错的事, 结果当作是一种正常的事, 将错的事当作正常的事, 所以这个物质主义, 真的很容易迷惑人心, 所以物质主义很容易迷惑人生, 在使徒行传里面, 有两种迷惑出现在教会里头, 第一种就是物质的迷惑, 一种就是物质的迷惑, 使徒行传第五章, 大家凡物公用都拿到教会来, 有一对夫妻叫亚纳尼亚, 他们欺骗, 拿一点点到教会, 把多的私下藏起来, 教会神同工啊, 有神的见证啊, 你怎么可以这样欺骗呢, 你怎么可以这样骗人呢, 彼得圣灵感动, 就对他先生说, 你为什么欺凶圣灵呢, 你为什么要欺凶圣灵呢, 当场死, 隔三个小时, 太太也来了, 她也欺骗, 当场被圣灵给击毙, 刚刚就被圣灵击打了, 一对夫妻前后三小时, 因为物质的迷惑, 一对夫妻前后三个小时, 因为物质的弃疑, 就失去了生命, 另外一个迷惑, 另外一个迷惑, 是一种权柄的迷惑, 有一个人叫西门会姓邪术, 有一个人叫西门会行邪术, 他看到, 彼得他们能够, 有圣灵的权柄, 医病赶鬼, 他就跟彼得他们这样手, 他就跟彼得他们这样手, 出钱买你的那个圣灵的权柄, 我出钱买你的圣灵的权柄, 结果彼得马上阻备他, 你和你的钱一起下地狱吧, 你和你的子一起下地狱吧, 神的教会怎么可以有物质这种迷惑, 跟权柄的迷惑呢? 神的教会怎么可以有物质或者权力的迷惑呢? 所有都是神宿的, 所有都是从神来的, 这个要搞清楚, 在教会不能玩这种个人, 或者小团体的一个运作, 在教会里面, 不可以有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运作, 一定要根据圣经来做, 不管你是任何人, 在神面前, 都是一样要谦卑顺服的, 在神的面前, 都是一样要谦卑顺服的, 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训, 例如在使徒人主里面给我们的教训, 那末世的物质主义也有三种形式, 末世的物质主义都有三种形式, 比如说哲学上面的物质主义, 例如说知学上的物质主义, 过去有些学者强调唯物论, 有些学者强调唯物论, 最具代表的人物是达尔文, 最具代表性的是大人, 后来又影响一些, 这个思想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治, 不过到现在这个唯物论还使用吗? 没有了, 对资本主义, 民主自由的主义取代, 那政治上的物质主义, 也是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面, 谈政治或政权, 这是很现实的, 因为一个国家的成立, 它必须有三个要素, 有国民, 有土地, 有政权, 这个是成立国家三个要素, 在这个三个要素里面, 很现实的会跟唯物有关系, 什么都要计划组织, 什么都是要预算, 所以人的世界是这样, 那在现实生活的这个, 所强调的就是享乐主义的, 我能不能认真工作, 当然要给自己放假到处跑玩嘛, 人生那么短暂, 又那么辛苦, 我不赶快享受快乐, 那我到什么时候享受呢? 现在很多这种人哦, 以前的人拼拼拼啊, 一直给子孙留财产啊, 自己人拼拼拼为了子孙留财产, 真的是这样啊, 但是现在不是啊, 但是现在不是啊, 拼拼拼拼, 然后休假, 大家去玩, 全家去玩, 放假的时候就全家去玩, 注重休闲活动, 注重休闲活动, 也不错啦, 明义上是身心放松嘛, 但是从宗教信仰来看, 大家开始享乐嘛, 大家开始享乐, 那娱乐当中有的会喝酒啦, 赌博啦,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, 有些人会饮酒, 都会什么事都会发生,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,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, 约翰福音第六章, 第六章二十七节, 第六章二十七节,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, 六章二十七节, 第二十七节, 里面, 主耶稣劝明说, 我们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劳力, 我们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劳力, 让我们基督徒进一步, 还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,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, 物质的主意, 全世界的人都在享受, 我们也需要, 但是我们进一步怎么样呢, 还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, 你如果继续看下去, 就是属灵的灵粮, 就是食灵粮, 属灵的灵粮, 三十五节耶稣说, 我就是生命的粮, 我就是生命的粮, 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恶, 信我的永远不可, 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价值观, 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价值观, 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有在眼前的物质而已, 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有眼前的物质而已, 将来要得救, 所以我们也要超越物质主义的那种追求相关, 所以我们要超越物质主义的思想想法, 再来谈这个第三个, 再来讲第三个, 我们请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, 我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, 第三章的第二节, 第三章二节, 第二节这里说, 有谈到自夸狂傲磅毒, 也有谈到违背父母, 也有谈到违背父母, 也有讲到那个忘恩负义, 也有谈到忘恩负义, 这几个现象,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社会潮流现象呢, 为什么会产生社会的潮流呢, 其实就是一种反权威的主义, 其实就是一种反权威的主义, 我们发现, 好像比较民主自由进步的国家, 稍微有一点点权益受损, 就是上街头, 有点权益受损, 闹,叫,堵交通, 闹,叫,堵住交通, 我看很多民主国家都是这样, 我见到很多民主国家都是这样, 你很容易看到那些现象, 你都很容易看到那种现象, 尤其西方很多, 我们现在东方亚洲, 越来越很多国家也会这样做, 反权威的主义, 也就是说, 对于现实不满的时候, 他们就会表达自己的立场, 在现实不满的时候, 他们就会表达自己的不满, 那圣经里面, 他非常重视宗教的伦理, 还有家庭的伦理, 这是不可否认的地方,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地方, 那这里讲到这个自夸狂傲帮毒, 又讲到自夸狂傲帮毒, 这个是讲着现代的人, 常常会陷入这种毛病, 是讲到现在的人经常会陷入这个毛病, 表示自己最大, 也表示说在下者, 对在上者的一种反抗跟污蔑, 又讲到在下者对在上者的不满和污辱, 甚至反倒的伦理的前威思想也跑出来了, 反倒的伦理思想也跑出来了, 狂傲, 狂傲, 同性恋可以结婚, 同性恋可以结婚, 什么很多的现象都发生了, 很多的现象都发生了, 这个是人内心的一种狂傲, 因为人内心是一种狂傲, 自夸, 甚至半毒, 和帮毒,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, 我们要存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, 我们要存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, 有一些在圣经里面所强调, 我们社会新潮流都会听到说, 男女平等, 那是讲华丽上面的权益平等, 但是夫妻你要强调平等很困难哦, 但夫妻你要讲平等很困难哦, 圣经怎么说, 丈夫是妥, 妻子是身体啊, 妻子是身体, 所以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啊, 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啊, 你要尊敬丈夫, 那丈夫呢要敬爱妻子, 丈夫要敬爱妻子, 因为这是一体的, 耶稣是妥, 教会是身体, 教会是身体, 用夫妻的婚姻生活来表明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啊, 用夫妻的婚姻生活证明基督和教会关系啊, 这个是正确的啊, 这个是正确的, 只能说什么啊, 立场职分不同, 立场职分不同, 夫妻彼此尽责任, 夫妻互相尽到责任, 夫妻就恩爱, 互相尽到责任夫妻就恩爱, 你要讲平等容易吗, 你会说要讲平等容易吗, 我们的身体结构男女就不同了, 我们的身体结构男女就不一样, 你要怎么讲平等啊, 圣经就是讲丈夫是妥嘛, 妻子是身体嘛, 要彼此顺服, 而且要敬仇, 要互相帮助啊, 要彼此顺服, 要敬仇, 圣经是强调你尽好你自己的本分啊, 圣经是强调你尽好你自己的本分啊, 你离开圣经的原则规则, 你离开了圣经的原则规则, 那你就是要反对神的制定的婚姻生活啊, 所以圣经的观念, 他有他宗教的伦理, 他讲到家庭伦理啊, 违背父母这个违背十条诫命当中的一条, 除了一集二十章, 那你需要孝顺父母, 我们讲到以孝顺父母, 神尊重家庭的伦理观念, 结果现代末世的观念啊, 哇,有的孩子就不这样想, 这些孩子就这么想了, 他缺乏了宗教伦理的观念, 他缺乏了宗教的伦理观念, 批评攻击父母, 批评攻击父母, 连最保守的东方有一些国家也是改变, 连最保守的东方有一些国家也是改变, 哇,二十多年前, 二十多年前, 参加东北亚第一届神学训练的时候, 参加第一届东北亚神学院的训练的时候, 那我有八个国家参加, 有八个国家参加, 其中没有韩国的, 其中也都有韩国的, 有一个弟兄很会弹琴, 有个弟兄很会弹琴, 那又很幽默, 觉得很幽默, 所以我们刚好被安排在同一个环间, 我们刚好安排好在同一间国家里面, 我们大概有六个还是八个在一个环间, 我们有六个至八个在同一间国家里面, 哎呀,没有他我们就觉得不快乐, 但是正在快乐的时候, 他们有一个执事业参加, 我忘记姓什么了, 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, 他看到这个青年弟兄, 这么幽默, 很快乐, 但是他觉得有丢韩国的脸, 大家都静静的很安静, 就听他在那边这样幽默, 大家都很静很安静的, 哇,他一进来啊, 我们全部都没有讲话, 我们全部都不敢讲话, 因为他只是年纪大, 我们五六十岁, 五六十岁了, 就在那边发脾气, 讲韩国话, 哇,那个人啊, 在讲第一句啊, 马上跪下来, 一跪低, 他一直点头, 一直被骂到我呢, 他一直点头, 一直被骂到我呢, 那个长辈走了, 我去问他, 我就问他, 你为什么要跪下, 他是你的什么人, 不是什么人, 是教会的长辈, 只是我们韩国人, 只要长辈都有权力可以责备年轻人, 任何被责备, 不讲你有没有什么家属关系, 无论被责备的时候, 你不会讲有什么家属关系, 长辈觉得你错, 这个不按照规矩来, 就是要责备, 长辈觉得你错, 不按照规矩就要责备, 应该这种现象是在我们中国人, 最保守才有这种家庭伦领的, 但是我们的做差不多都没有了, 大概差不多都没有了, 有的孩子比父母更大, 有的孩子比父母更大, 父母讲一句, 孩子讲十句, 父母讲一句, 孩子讲十句, 违背父母, 违背父母, 甚至忘恩乎义, 甚至乎忘恩乎义, 这些都是忘恩乎义的现象, 这几个字眼, 在工商科技的世代里面, 常常会以现实面, 功利主义, 产生在我们的周围, 有的时候只问成功, 只问利益, 做出一些背信的动作来, 对神, 对人, 对国家安全的生活, 都会有所影响, 对国家安全都有影响, 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讲一句话, 在马太福音的24章那里说, 在末后的世代, 不乏的事争多了, 爱心渐渐冷淡了, 唯有忍耐到底的人才能够救, 忍耐到底人什么, 遵守神的道, 不趋向这个世界的潮流走, 才能够得救, 才能够得救, 所以你想想看, 如果我们不注意, 如果我们不注意, 我们也患上这样的事情, 自夸磅毒, 狂恶, 违背父母, 忘恩父义, 不爱良善, 卖主卖友, 你要怎么样得救, 你想到这里, 我们不要成为不法之徒, 站在神的道理里面, 能够忍耐到底, 遵守神的话, 遵守神的道, 才能够撇开这个潮流, 才能够撇开这个潮流, 我们再来谈第四点, 再来讲第四点,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, 现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, 第二节, 第二节最后一句话, 第二节最后一句话, 这里说心不圣洁, 心不圣洁, 所以这里谈到什么样的潮流呢, 是放众主义的潮流, 我去美国的时候, 他们告诉我, 在学校的小学, 都要放那个贩卖机, 里面也放卖保险套, 老师都教他们怎么样才不会怀孕, 小学就要学这种动作了, 你看看, 那表示这方面性开放太厉害了, 还好我们教会有宗教教育, 所以我们的青年还被保守在教会里面, 所以我们的青年被保守在教会里面, 这种放众主义, 其实在十几世纪就已经非常开放了, 其实在十几世纪就非常开放了, 如果再讲远一点, 罗德的时代, 就有那种同性恋, 太放纵了, 所以讲到心不圣洁, 就是讲到性方面的放纵, 或者是人不所谎的那种放纵, 所以常常会受到迷惑, 那有关这一方面的放纵, 那可能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了解, 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放任政策, 所以你在路边都可以看到黄色书刊, 黄色报纸, 什么光碟片, 所以你在路边见到黄色书刊布置的光碟, 那也没有规定几岁以上可以买, 你都没有规定几岁才可以买, 所以想要买的人都随时可以买, 所以想要买的人都随时可以买, 以前的社会没有看到这种, 以前的社会没有见到这种, 所以好像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, 某些事情也变成开放, 造成一种犯罪的这种贫义很高, 所以社会越来越进步, 有些事情都越来越开放, 所以犯罪的行为有越高, 你看那个色情场所, 色情场所越来越多, 那第二个放纵主义的现象, 就是大众传播工具被利用, 比如说电影, 电视, 电视, 网络, 所以必须要分极致, 所以必须要分极致, 但是看的人好像随便, 分了吸制, 特体的人都随便, 连大众传播工具也被迷惑, 被利用, 那另外就是人际关系的腐烂, 另外就是人际关系的腐烂, 我们发现现在的性病越来越复杂, 现在的性病越来越复杂, 那个AIDS, 我听一个医师这样讲, 我听一个医生这样讲, 这种病比以前更复杂, 这种病比以前更复杂, 所以疾病越来越漫延, 所以疾病越来越漫延, 各种疾病产生, 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, 太不尊重了, 非常泛滥,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尊重, 所以造成很多神惩罚的疾病出现, 所以造成很多神惩罚的疾病出现, 所以想到这里, 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讲, 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情欲, 要致死地上身体的情欲, 你才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, 所以你想想看, 保罗讲的真的没错, 末后的人心不胜解, 末后的人心不胜解, 真的是要防备, 我们再谈第五个, 请看, 末后书三章三节, 这里说无亲情, 不解怨, 再来, 后说残言, 不能制约, 性情凶白, 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潮流, 就是恐怖主义, 暴力主义, 末世产生这种许多恐怖或暴力的主义, 末世产生很多恐怖暴力的主义, 那他有几种表现, 他有几种的表现, 个人有那种报复的观念, 个人有报复的观念, 我听说Google有新的那种城市, 他放进去, 那个老板就可以在上面看到, 员工怎么样在背后骂他, 老板就会见到员工怎么在背后骂他, 因为在公司被那个主管控制, 骂了怎么样, 在公司被主管骂, 控制了怎么样, 然后, 大家回去花谢就在网路上, 同事直接就讲, 那个老板太烂, 骂得很爽, 这样子, 大家在网络上就骂得很开心, 结果Google有人就想到那个城市放进去, 这些员工在跑的城市互相讲话的都会弄出来, 所以Google里面有些人就说可以这样做, 老板都可以知道杀利, 你在MSN那边讲话, 那个城市放进去就会弄出来了, 你在MSN里面讲话, 网路上骂人, 网路上讲人, 那种威吓, 威胁, 这个常常有的事啊, 他有一种现象, 黑社会的势力也发展, 把渗透全世界各阶层, 那个小孩子如果让他看到一个符号, 那个M大学那个, 那个小孩子马上会说, 那个是麦当劳, 所以那个公司的一个企业的符号, 也可以代表着马上就知道, 是什麽哪一家, 所以公司的企业的符号就会被人知道是哪一家, 那现在黑社会的势力很厉害, 现在黑社会的势力很厉害, 他们也是跨国的组织啊, 他们都是跨国的组织啊, 毒品, 毒品, 枪械, 猖技, 换卖人口, 种种能做, 能赚的他们都做了, 而且是跨国的国际组织啊, 都是跨国的国际组织啊, 是集团的犯罪啊, 不再属于地区性的, 而是世界性的一种活动, 所以那个黑社会势力的发展很强哦, 所以黑社会的势力发展很厉害, 那个恐怖主义不是在一个国家, 他们都有一个集团, 昏暴在很多地方的, 这个恐怖势力不是只有一个国家, 好像有集团, 所以保罗说的没错啊, 所以保罗他说的没错, 性情凶霸, 性情恐怖, 无亲情不解厌, 无亲情不解冤, 另外一种是政治中的恐怖行动, 另外一种是政治里面的恐怖主义, 这个也是会造成世界性的一种恐慌和战争混乱, 也都会成为世界上面恐慌和混乱, 所以要怎么样期待世界的和平呢, 所以怎样期待世界的和平呢, 犹大叔就这样劝勉啊, 犹大叔就这样劝勉啊, 我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, 要在圣语里面祷告, 要仰望主耶稣直到永远, 要仰望主耶稣直到永远, 圣经都教我们啊,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, 我们会融入这样的一个维基里面啊, 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会融入一种概念啊, 最后所谈到的什么样的潮流呢, 我们来看那个第五节, 这里所有敬虔的外貌, 对背了敬虔的实义, 这种人你要躲开哦, 这种人你要躲开, 这种人很多, 就是外表的主义啦, 就是外表的主义, 着重外表啦, 看起来是信徒, 看起来是基督徒, 但是他没有内在实质的一个信仰的素质, 所以讲话就很差, 做事就不凭着神的道理, 是做外表的动作而已, 来聚会, 但是他没有内在生命的一种感召, 就来批评人, 来看那个讲道的人有什么毛病可以抓, 那表示你厉害, 那你上来讲道看看, 那你上来讲道试下啦, 这不容易的, 那就不容易的, 为什么, 放主的名讲啊, 因为是奉主的名讲, 要讲述神的道, 要神在中间, 这不是我们可以计划,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计划的, 你要有那种内在实质生命的成长, 你要内在实质生命的成长, 不是只有光之道, 而不做, 那你就留意那种外表主义的动作, 那你就恶于是外表主义的意义了, 保罗说, 这种人你要躲开, 保罗说这种人要躲开, 他没有尽钱的这种实质的性能动作, 他没有敬虔的实质表现,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, 所以这个社会里面, 看起来要安身立命很困难, 看来要安身立命很困难, 所以有很多教派, 用人的方式, 有那个外表看起来, 我说动作不错, 但是你不照圣经去做, 缺乏了主的生命, 缺乏了那种圣灵的力量, 注重节目活动, 注重数字的成长, 注重大家喜欢的快乐跳舞的仪式, 强调人的组织, 让人印象深刻, 甚至争夺名利地位, 所以在属灵的实质上, 是种非常平滑, 而且是软弱, 所以主耶稣这样说, 对着撒玛利亚夫人说, 你们拜我, 就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, 想到这里, 我们真的要去留意, 这几个保罗在讲述的时候, 在当时他没有看到这么多, 但是神感动他, 写了这样的道理, 那今天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, 再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社会, 跟我们所面临的生活, 真的就充满这些潮流主义, 影响着我们,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受迷惑, 所以想到这里, 我们要坚守神儿女的岗位, 那哪一种神的儿女, 才可以抵得住古蛇的水, 大龙的水呢, 我们再回过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, 十二章的十七节, 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, 这个世界的潮流, 处于魔鬼的主导的, 是魔鬼所指导的, 他要争战的对象就是教会的儿女, 他真正的对象就是教会的儿女, 那个儿女是怎么样的人才会度过呢, 就是所神诫命的人, 为耶稣做见证的, 这样的人才可以胜过, 这个魔鬼的口水潮流, 这个人才可以胜过魔鬼口水的潮流, 意思也就是说, 要我们坚守神儿女的岗位, 不但识破潮流的败坏, 我们也要能够, 有信心走出来, 成为神真正的儿女, 也有信心走出来, 成为神真正的儿女, 唱诗, 唱习的诗, 225首, 我们唱第一节, 最后一节, 唱第一节, 和最后一节, 承订我当祈求, 宝贝的能力在我里头, 祝我界灵活, 出尽领袖, 出尽领袖, 歌载来载比载天聚会, 圣佛家中不知最不归, 心中比情节再不犯罪, 靠圣灵的安慰。 圣灵的引导我要寻衝, 圣灵的轻云我必处起, 长空可几身教神不忘, 做主圣结其名。 乐彩,乐彩,彼在天聚会, 随后大祝祝最可悔, 心中比情节再不犯罪,